接下來這個應該不是你之前所說的 我們除了上過HKIPVS以外 做誰玩HKK Day HKK Day舉手 HKK Day舉手 HKK Day舉手 這麼少的感覺 很慘啊 你們為什麼不舉手 我都有上過一下 行不行 對了 今天還沒問 阿倫叫我問大家 今天有多少人是有參加PVHK的 第一次聚會的 應該只有一半 報名的時候只有40% 如果第一次來參加Punch Party香港的呢 舉手 我對每人一半 男仔的舉手 大風春 女仔的舉手 不知道自己是男還是女的舉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已經繼續 OK 你可以了嗎 你開始可以了嗎 我們請 我們熱烈掌聲歡迎 說回 他的主要 力量HKM 和PVS 請請 我們請 我們要去玩 我們要去BVS 請 再次看老闆 我們要看一看 你先 大闆 我告訴大家 我第一次碰這個 只有三歲 那時候是1984年 剛剛好就是中國 在外國改革開放如火如塘的時候 那誰呢在國購入我們的信族 裡面就有一個150CBS的MODEP 可以用來做什麼呢? 可以上去外國的BBS 但他就不是Atari 雖然他又可以假裝Atari 就是這樣 三歲的人玩BBS的MODEP 就玩丁峰 這麼妙的就是 所有東西都是打長毛電話來download 實在太極妙 BBS實在太極妙 我也想打BBS 但是1984年 我只有三歲 也沒有錢 二十年後 我才開了自己的BBS 1989年 我下來了香港 在親戚家裡 玩到這件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呢? Commando 64 那又可以去外國了 那時候玩了一件事 就叫做Ivory BBS 那我就在那裡不斷下載一些 NAS的東西出來 不斷補習 不斷補習 但是 發生了一件事 我親戚都走了 我便得到這件事 我便得到這件事 二千四個BBS 就是每秒鐘 帶了三百個字出來 就是給我之前見過 我掛了一件 好啊 太感動了 但是我沒有電腦 我掛了一件事 之後下來的東西 就不如用文字去公開 自從我有了這件東西之後 我真的鑽研 我想做一部錄音機 不斷聽別人 去打BBS的東西 接著我播放一些帶 嘗試用音頻 去再上個站 直至 讓我找到一個機構 他給了一部輔助機器我 我終於破解了一些POTOCOL 之後我就有得免費玩了 如果你相信一件事 你就要讓它繼續存続下去 八九年的時候 就發生了這樣的事 零九年的時候 我們相信大家都會將它 傳送下去 因為我相信BBS 所以我也都讓到它 傳送下去 2004年 其實香港已經是 沒有多少個 die up 或者是 internet BBS的了 當時有位朋友 他是場面地下 Telet BBS的站長 他就透過兩個朋友說 有沒有人願意再頂了 一些data下去 那我就 剛剛好大學畢業 我就做了這件事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徐面地下》的其中一個版面 來的 然後再 更厲害 頂一個香港BBS 有多難 就是自己這個站 但是大陸 北京大學 有一個很出名的BBS 叫做一塔糊塗 它在2004年的時候 因為 發生了一些事 它不能夠再正常經營下去 而我那時候 特意學了回廣州 再經廣州的朋友 把這一個站 一些資料 拿回來香港 知不知道這件事 其實要透過台灣聯繫的 而且還有一些事 不厲害 04年了 還是對著C 我就很喜歡寫C的 亦都很喜歡寫BASIC的 C的BASIC 不是C的BASIC 所以 很多人說 DBS的開發已經是死了 但是我們決定將它繼續 繼續存在 2004年的時候 是RAP2.0的時代 但是BBS 已經所餘無幾 是嗎 這裏有志豪仔的 SmartyBBS 我不知道志豪仔有沒有來到這裏 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你看到這裏的電話號碼 相信今天 你還可以上去 認同生存的BBS 看來BBS還有沒有將來 2004年的時候 大家都說 死了 台灣 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是PTT TTT實驗科 TTT實驗科 台灣很多人 2萬多人上閘 不是很多聰明 08年 仍然在台灣 15萬人一起上閘 8倍速的增長 因為拿著流動 其實不是 是因為技術上的突破 那裏只是一套機 2004年的時候 2004年的時候 在大陸 一塌糊塗站 我剛才所說的那個 也還有五千多人一起上閘 2009的時候 當然也都在大陸 那裏只是看起來 對 是因為 那裏只是看起來 那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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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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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完在監獄的時候 有人說 Firebird BBS已經死了 站長位 不用怕 因為我們還可以把Firebird 強直到PTT 其實呢 BBS是可以出動畫的 甚至乎有人寫了一個 音樂的報告 可以經過BASIC的方法 重新在BBS上播出來播撕跌 其實當時幫我的會 是盲人輔導會 我不是用電腦去 開始我自己玩BBS的經歷 我是用PINTER去玩的 謝謝